全球总共有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不少登山好手毕生挑战的目标 在尼泊尔有一位年仅18岁的雪霸少年 两年之内成功的攀登了13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9月即将前往西藏挑战最后一座高山 渴望创下记录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世界14顶峰征服者 拉着绳索稳稳往前 老练又矫健的伸手 让人不禁好奇这位登山客是何方神圣 答案揭晓 原来这位高手是今年18岁的雪霸少年尼玛令吉 他在短短两年时间内 成功挑战13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只差最后一座就能缔造记录 成为史上第41位 同时也是年纪最轻的世界14顶峰征服者 雪霸人号称天生的登山向导 尼玛令吉的父亲就是尼泊尔最大登山公司的创办人 不过尼玛令吉在16岁以前其实对登山兴趣缺缺 他也坦言雪霸血统虽然是优势 稳健的心理素质才是自己征服高山的关键 尼玛令吉将在9月挑战西藏的西夏邦马峰 世界进度尽在咫尺 他依旧淡定 只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励更多人 让登山成为更专业的运动 邱凯文编译 邱凯文编译